政府主办台湾位阶最高的文化奖项 行政院文化奖今年的得奖者分别是导演侯孝贤 以及作曲家李泰祥 文化部特别制作30分钟的纪录片 日前在台北华山园区露天放映 让民众一读两位艺术大师的创作世界 我现在思想思考力 我欢迎给他很多 所以我不喜欢一直一直一直在书 每个曲子都要花了 从十倍以上的精神 很代价 在病痛当中能不放弃创作 他是李泰祥 曾创作橄榄树一条日光大道等 拐绝人口的歌曲 家时的学院背景 李泰祥不仅创作严谨的古典音乐 还注重艺术推广 让音乐与大众做接触 每个盛行时期 李泰祥也投入时代运动 创作属于自己土地的歌曲 将艺术力涵带入游行音乐 让大众音乐增入新的层次 透过亲友访谈 让我们一葵音乐大师的学名面貌 另一位文化奖德树 则师导演侯孝贤 我们只是在做我们喜欢做的事而已 侯孝贤主导的电影《悲情程序》 是第一部抱回威尼斯金师奖的华语电影 顺床使用长镜头 让人物直接在镜头面前说故事 对于演员来说也是一大挑战 殊此与侯岛合作 看到成果的那一刻他频频落泪 这个感受对他来讲非常强烈 强烈基本上就是 作为一个演员他终于知道 什么才是表演 独特的手法与电影美学 侯孝贤导演描述电影的执着历程 永不停歇的创作热忱 是两位艺术家的共通点 30分钟的纪录片在露天广场上放映 带领观众进入他们的创作世界 新唐人亚太电视 高健人张远田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京典亚太电视